我叫余衍玲 近期的很多编舞 都是Franklin帮我编的 我也爱照他编 去年接舞之后 让他帮我编了那个队长秀 Franklin的水平 在今年的Urban舞者 如果他说他是第二的话 应该没有人会说自己是第一吧 他后来 还请莫衍玲 velocidad 奏 按照 Answ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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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Franklin 作为一个编舞师 他和那些 old school 的 dancer 融入的那么恰当 的确是让我有一点意外 在这个节目上 也加了不少的分数 欢迎光临 毅然大舞厅 我感觉虽然开始的时候 有点碰撞 我昨天还是碰撞出来的 一个 蛮好的作品 我觉得杨茜茜 对我们这支作品 应该挺满意的 左手往大地 右手握着天 掌纹裂出了 释放的闪电 把时光 匆匆兑换成了年 三千诗 如所不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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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时选Franklin 跟AC 跟古典舞融合的时候 就觉得Franklin 很多舞蹈洞里面 就有这种 就 就这种 对 我觉得这个发力方式 跟古典舞会 舞蹈部分 会融合得比较和谐 再从他们这个节目 感觉比较饱满 整体感觉会感觉很平 但其实感觉里面 会有一种 那海底最深处的 那种声音是吗 对 就那种感觉 对 接下来还是让我们 恭喜Franklin AC 进入总结赛 请伊恩双智战队队长 易烊千玺 展示你手中的战队毛巾 Franklin就是作品部分 始终是保持高水准 融合特别好 然后出来驾场 也完全没问题 我觉得 我们肯定还是能出好作品 嗯 就是一定的 打开优酷APP 首页搜索 这就是街舞 进入节目专区 更多视频 等你来看